萎癌病人在手術前營養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群病人手術前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些肆肉不振的病徵 還有因為腫瘤可能會令到他吃不到東西 甚至吐吐令到他大大地影響了他本身的營養 所以術前一定要補充足夠的營養去捱過手術 有時這些病人如果口服不行 甚至要用喉管或者用植物的營養去輔助 大部分的手術都需要手術前禁食 保持胃排胸 令到手術期間不會有太多食物湧回頭 特別胃癌手術因為他本身胃的結構上 或者腫瘤會影響胃排胸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始終做了胃癌手術的病人 他的胃容量會大大減少 所以他飲食會有很大的影響 他所吃的東西不能夠太大餐 不能夠吃得太快 所以他需要少吃多餐 要不然就會嘔吐或者吸收不夠營養 同時因為做完手術之後 食物會很快地下去小腸 那些病人可能會出現排胸過快 或者談到後群症的病徵 這些病人如果吃得太肥或者太甜 可能會出現腹射、肚痛 甚至如果吃的健粉質太多 可能會出現血糖低的問題 另外這班病人因為長度的結構改變了 和胃酸分泌少了 對於吸收某些維他命 特別是鐵質、鈣質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班病人的術後 其實都需要服食補充劑 去保持它的鈣質、鐵質正常 不然就會有機會出現噴血、骨質疏鬆的問題 因為經過一個大手術 他需要足夠的營養 去保持傷口癒合、防止細菌感染 如果不足夠的之前就會影響到他的康復 另外這班病人做完手術之後 他可能會需要電療、化療 還有手術之後可能會 平時飲食的習慣會不同了 會影響他的營養吸收 如果不足夠的營養輔助 會導致他不能夠接受到電療、化療之類的負荷工作 如果繼續下去他的飲食不好 蛋白質接入不足 可能都會導致他的肌肉流失 抵抗力降低 增加了病發症和感染的機會 做完胃手術的病人 因為手術之後胃容量小了 所以其實他營養攝取是比常人難些 除了他的飲食習慣 需要吃多餐之外 他吃的東西也要改變 可能要多些蛋白質 有營養的東西 另外很多時候都會需要一些 附助式的營養液 讓他更加容易吸收 增加他的安基酸和能量的吸收 還有部分病人可能更加需要增加他的吸收 或者要有一些優質的安基酸 或者吸收脂肪方面 需要一些優質的 譬如魚油 Omega-3 令到增加他身體的抗炎作用 令他身體可以復原得更好 近年來其實很多手術 都已經開始接納一個 我們叫做Eras 或者術候加速的計劃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手術之前 盡量令到病人的營養足夠 還有在手術期間減少或者減短他的禁食期 還有術候可以盡快 可以恢復他的進食習慣 從而令到患者的安復速度可以快一些 每一個病人做完手術之後 各個反應都會不同 所以他需要一些什麼的營養輔助治療 其實最好找回他的營養師 或者他的醫生做進一步的評估和治療 謝謝大家